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直接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波形 这两个波形是在距离3000公里的 美国的两个激光干涉野力波天文台 同时监测到的 大家想一想 距离3000公里 说明光从一个天文台走到另一个天文台的速度 是10个毫秒 实际上这两个波形 它们之间相差了6.9个毫秒 当我把一个波形平移了6.9个毫秒以后 我把两个曲线重合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最关键的这个部分 它有非常高的重合度 这个是我给大家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 我们讲这个就是我们观测到的野力波的信号 大家可能听说过 我们讲野力波的时候 我们更多地讲我们听到了宇宙的声音 那这个类比于什么呢 就是类比于电磁波 很多年前我们就有了望远镜 望远镜是我们就要看到宇宙 那么野力波我们就要听到宇宙的声音 那我们把这个信号输入到生平以后 我们能听到什么 大家可以听到最后一下 我们是有一个bill的一声 那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在频域实际上它已经非常非常突出了 这个就是我们所探测到的野力波 所以我们讲 我们听到了野力波的声音 野力波从哪里来 双黑洞 黑洞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它的质量很大 连光都逃逸不了 那只有在大质量的物体 剧烈的天体运动中 我们才有可能探测到野力波 所以我们讲 野力波从双黑洞 两个互相悬绕的黑洞 产生了野力波 这样的一个双黑洞 它们的并合经过了三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就是一个旋进的过程 那旋进的过程中 它就放出野力波 放出能量 使得它旋进的速度越来越快 它们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那当它的进到一定程度以后 两个黑洞就会碰撞在一起 碰撞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一个野力波 发射的一个过程 最终还有一个衰减的一个过程 形成了一个新的黑洞 这就是我们观测到的 这个野力波的一个波源 我们叫双黑洞合并 我们讲这个过程释放了野力波 那意思就是 我们有物质 超大质量的物质 同时我们讲 物质的运动 对野力场做了搅动 而这个野力场 中间的波动 我们叫野力波 所以我们再讲一下 双黑洞合并释放野力波 那这个过程 就是不仅仅是 两个黑洞在悬绕 而且包括了 它周围的野力场 而这个野力场的变化 它的并合以后 就会释放大量的野力波 那这个野力波 我们叫野力场中的波动 它也是客观存在的 跟物质一样 而且携带了巨大的能量 什么是野力波 那最直观的解释就是 太阳和地球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地球会绕着太阳转 那牛顿的解释 这是一个万有眼力 是一个眼力 是一个超距作用 只要有质量的物体 它们就有万有眼力 那这个眼力 是跟质量从正比 跟距离成反比 那爱因斯坦 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 因为他不相信 这个眼力的传播 会是超距作用 也就是说他相信 有一天如果太阳突然消失了 那地球会怎么样 那大家可以直观地想象 地球可能就会飞出去 那地球怎么会知道 太阳消失了呢 它为什么会飞出去呢 那爱因斯坦就解释 地球如果消失了 那这个野力场就会变化 而太阳消失了这件事 通过野力场的变化 传递给了地球 地球知道太阳消失了 于是它就飞出去了 所以我们讲这个关系 叫物质引导时空弯曲 有物质的同时 还有一个场的存在 而这个场就是时空 太阳把时 因为它质量很大 它把时空做了弯曲 地球并不是心甘情愿 围绕太阳转 它以为自己在走直线 但是它实际上受到了 太阳所形成的 这样一个时空弯曲的 一个引导 时空引导物质运动 所以地球会围绕太阳转 所以还是刚才的理念 物质跟时空是互联的 这个互联就体现在 引力波和一个能量的交换 在正常情况下 这个时空是非常硬的 它们之间是很难发生作用 但在极端的天体条件下 那么我们讲 就是我们这次探测到的 就是黑洞并合的瞬间 发出了巨大的能量 以波的形式 从时空传递了过来 到达了地球 广义相对论的基础上 爱因斯坦1916年 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 它认为任何加速运动的物质 都会发出引力波 也就是说 我跑两步 你走两步 也可以有引力波 但是我们讲 这个引力波强度非常弱 很难探测出来 那这个也是 我们刚才 再回到刚才这个过程 双黑洞合并 导致时空弯曲 释放出这个引力波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把这个时空的效果 再加进去 我们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而且这里边 我们附加了 下面这条线 是我们这个引力波 探测到的 这个引力波的 实际的一个曲线 这里边是我们看到的 一个时间的一个区间 这是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 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两个黑洞 已经非常非常地接近了 那它们的这个旋径 导致引力波的放出 然后旋径越来越近 而且这里边大家看到 不仅仅是 两个物质之间的运动 实际上是 它们时空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个时空的作用 逐渐接近 逐渐接近 这个弯曲逐渐接近 进入到一个 非常剧烈的 一个并合的一个过程 在很短的瞬间 释放出了 巨大能量的引力波 使得这两个黑洞 并合在了一起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 探测到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为什么引力波很难探测 一个是 我们的引力波源 距离我们很远 另外一个就是 即便是有引力波 它跟物质的相互作用极小 一个引力波扫过你 那可能你根本就没有任何感觉 那在地球上 我们比如说一个轻弹的爆炸 它所产生的引力波的量级 是10的 负27次方 时空上的这个变化 这个是我们无论如何 也探测不到的 因此要探测到引力波 必须要大质量天体的极端运动 才能够产生 足够我们人类 现在探测到的引力波 那这个量级有多少 这是我们探测到引力波的 这个装置的一个形象的 它这个量级的一个体现 最终我们探测到什么了 我们探测到了 在10的负18次方米 一个格的这个程度 有四个格之间 我们发现了 这个时空晃动了一下 实际上只是空间晃动了一下 我们探测的就是这件事 好 为了探测这件事 那么我们建造了这样的一个 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 这个天文台的壁长有四公里长 两个壁是一个垂直 那中间是光学的这些激光 这些器件 那么信号是从这里边探测到 所以这个天文台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工作原理 就是说我一束激光打进来 分成两束再反射回来 如果两壁绝对等长 那我们在成像仪上就没有信号 如果由于引力波的作用 使得一个壁压缩 另一个壁拉伸 那最终就会在这个成像仪上 产生信号 时空都是相对的 唯有光速是绝对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借助激光这个媒介 来测量空间的这个弯曲 那再形象的 大家看一下 引力波跟探测器的这样的一个相互作用 刚才讲到的 一束激光打出来 反射回来 产生这个信号 尤其是在两个壁长变化的时候 那再具体一点 那我们如果有一道光打出来 这个按道理 它这个反射回来以后 再并合 产生的这个信号 大家可以看到 尤其是这边产生的这个信号 是完全抵消的 这是一个迈克尔逊干涉仪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特征 完全抵消 但是如果引力波来了 它产生了一定的位移 一定的空间的变化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信号不可能完全抵消 所以我们在这个成像仪上 就会探测到引力波的这样的一个信号 所以这就是我们干涉仪的一个探测 精密探测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原理 所以我们回放一下 我所有刚才讲过的一个全过程 那这个过程就是 我们想象的这个宇宙空间的这样的一个 我叫时空分布 是这样的一个像水波纹一样 一个时空分布 如果这里边有物质 尤其像黑洞这么大物质 开始在这里边 对时空进行搅动的话 它就会不断地释放出引力波 这个引力波是在物质周围 跟物质是联系在一起的 旋转越快 越近 那这个引力波放出的能量就越大 那最终 这两个黑洞 并合在了一起 它是在很遥远的宇宙 所放出的这个引力波 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到达了地球 那这个经过我们后面的推算 这个距离是13亿光年 也就是说 我们探测到的这个引力波信号 发生在13亿年前 经过了很多很多星系 最终来到了地球 再注意这个过程 只有一秒的时间 而我们就在这一秒的时间 之前一个礼拜 我们把这样的两个天文台做好 刚刚好 能够达到这样的精度 它到达以后 对这个时空 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波动 我们探测到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波动 所以你说幸运不幸运 你说美不美 大家自己去体会 好吧 反过回去 我们来推算这件事情 那我们通过我们的波形 推算出 这两个黑洞的质量 一个是相当于 太阳质量的29倍 一个相当于 太阳质量的36倍 那两个黑洞 并合以后 大家算一算 应该是65个太阳质量 但是实际上 并合以后的这个黑洞 是62个太阳质量 也就是说 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边 有三个太阳质量的能量 瞬间从物质导入了时空 产生了这样一个 巨大的一个引力波 大家想象这个量级 太阳 一个太阳 已经存在了45亿年 而且还将存在45亿年 它在它的全过程里边 释放出的能量 够地球 已经用都用不完 而就三个太阳质量的 这样的能量 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 释放了出来 然后它经过了13亿年 传到了地球 我们才有机会 在不到一秒的过程中 捕捉到它 探测到它 这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就是我们 9月14号 5点51分 这个信号 捕捉到 那进入到我们的数据分析系统 是9月14号 5点54分 三分钟的时间 我们在线的程序流水线 就发出了警告 说我们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信号 值得关注 发现在两个天文台 同时出现了这样的能量变化 而且之间的这个时间 在十号 差距在十号秒以内 我们就把这个信号提取出来 认为这是一个 可能的引力波信号 为什么我们这么确信 这个就是个引力波 而不是其他的东西 我们把收集到的数据 都输入到这张图里面去 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是代表 我们所有的这个信号的一个背景 而右边这个点 就是我们探测到的这个信号 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信号 远离我们整个数据的这个背景 远离的程度是多少 它的信造比在23以上 它的标准的显示度 天文上一个标准的显示度 达到了5.1σ值 那在天文上 5以上我们认为就是一个发现 这里边有很多点 一个噪声 想伪装成这样的一个信号的概率 是20万年才会有这样的一次 所以这个件事 加强了我们的信心 它对于背景来说 它这个太显著了 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信号 而且是一个引力波信号 爱因斯坦1915年 发表了广义相对论 引力波的探测 是广义相对论 在最极端最严格情况下的一个验证 那等于说是填补了广义相对论 四大验证中最后的一块板块 同时在天文上的意义就是说 我们开始能够听到宇宙 我们打开了一扇 观测宇宙的一个新的窗口 开启了引力波天文学的一个新时代 未来我们要建设全球的引力波探测网络 这样的一个网络在美国已经运行 在欧洲和日本都在建设 甚至在印度也在开始筹划 中国也在紧锣密鼓的计划 中国主导下的引力波天文台的建设 那作为结束吧 我想在座的各位 大家大多数都不是专业从事这种天文 或者物理研究的 那我想今天我们讨论这件事的意义 很多人都问我 你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 现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 没有现实意义上的能挣钱的应用 但是我想最起码 在刚才的几十分钟里面 它给我们了一个机会 让我们大家在一起去仰望星空 那引力波到底美不美 从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一系列数字 大家都可以来想象 自然和宇宙是如此的神奇 13亿光年65个太阳质量 在一秒钟之内放出了这么大的能量 而我们探测的是在 10的-18次方这个量级上 探测了这个引力波的存在 那实际上我想讲的 并不是说自然有多神奇 我更想强调的是 人类居然能够理解这件事 是不是更神奇 居然有人 爱因斯坦这样的人 在一百年前就写下了方程 预言到了这件事 而在一百年后 居然有人就能做出这样的仪器 把它探测出来 所以我想到底美不美 大家每个人心中 都有你们自己的一个答案 很多人也问我 到底时空穿越 星际文明有没有可能 我想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如果有一天 我们真正有星际文明 我们叫远航的星际文明 将会回想起 2016年2月11号这一天 那我想 引力波的直接探测 是这样的一个起点 而不是终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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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